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y 該來的還是來了 今天來和大家分享 牧場物語 橄欄陣裡的複製大法 對於卡BUG和建議複製的小夥伴 還請速速撤離戰場喲 影片開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就可以獲得搶先收看影片等等許多的福利 這個方法是用於任何可以放置在地面的物品 首先我們要選擇一個想要複製的物品 例如大量需要的加工機 或者是自動灑水器 甚至是動物小屋 將它放在包包裡 然後在加工機正上面的一行放置一個道路 推薦石頭道路 因為這個是最容易製作的 回到遊戲畫面 選擇加工機 在按Y鍵放置之前 先按左邊手柄的上方向鍵 注意不是蘑菇頭哦 是上下左右的向上鍵 假裝要去選擇道路 我們依次先按上 再快速接著按Y 就會放出來加工機 而不是地板 然後我們打開背包會看到 消失的其實是上一行的石頭道路 那我們就可以再把複製出來的加工機收拾起來 包包裡就多了一件啦 基本上就是靈貓換太子的概念 用便宜的可以放置的物品 去替換比較難製作的加工機等等 複製品和替代品 誰在上一行 誰在下一行都是無所謂的 只要有切換上下行數的動作就可以 遊戲的前期可以多多複製自動灑水器 解放手動澆水的任務 還可以複製各類加工機和抽水機 甚至是後期的巨大金屬加工機 還有動物小屋和雞蛇都是可以複製的 只要是能放在地面的都可以 以上就是橄欖陣裏大家最近發現的物品複製大法啊 牧場是一個單期遊戲 複製大法使用與否呢 完全看大家自己的想法 關於是否會降低遊戲的體驗感 會不會縮短遊戲遊玩的壽命 大家完全可以自己去選擇用或者不用 還希望大家不要因為這個吵架喲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次的影片 請不要忘記幫我點個喜歡和訂閱我的頻道 加入我的頻道會員支持我吧 我是Anny 我們下次影片再見啦 Bye